我们看到美国跟其他西方社会本来都有很多优点 比如说开放性 比如说崇散自由 比如说尊重法治 还有就是定期的权力交替 这些优点都是我们以前在香港所认为是我们应该保持的一些优点 但是我注意到这些优点在共产党的眼里面 恰恰是你们这种社会的弱点 就是让他有一个机会可以深入你们这里来培育他的政治势力 比如说这个美国社会重视新闻自由 我们他的大外宣机构开变全美国 你们每四年更换一次这个选举总统 那么让他有机会通过他们的手段来影响美国最高的政策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 西方社会的优点恰恰是给共产党一个大开方便之门来渗透这些社会 请问有时什么对策可以应付这种渗透 谢谢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深刻啊 因为这个确实是个问题 你知道我在这个政府里面做事情 我跟什么人打架了最头疼 因为美国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正是因为是个法治的社会 所以它有很多开放的东西 而美国的法律 它就是维护美国政府最大程度的开放性 所以说很多东西呢 不可能用法律的方式甚至去管制一个新闻机构 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在这边可以写什么可以不写什么 但是呢 美国的法律也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有很多法也可以做一些反击 甚至也可以立一些新法 那美国立法是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美国立法它不仅说要针对某一个事情 它可能有这个立法的原始动静 这个法律一旦立了之后 它都会对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影响 所以说呢 美国的这个立法它不是轻易的 尤其像关系到新闻啊言论自由啊 这是美国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啊 所以说很难 但是呢 我想这个就是 你可以通过一些行政手段来管理啊 最大限度的减少 就是这个对美国的公开社会里进行这个 利用的这些 这些机会和团体甚至政府的一些行为 那么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做了好几件事情啊 第一个 他们把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和这个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的群中文赶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说 我们要对的 但是实际上对的很困难 对的就是我们也去除我们的 确实我们就法律上也不过去啊 他一告我们就 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把它这个 我们就不承认它是一个新闻机构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国务院的政策 这是我亲自参与的啊 我们把它的这些 中共在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 所谓的新闻机构 就是大外宣 我们把它做为外国使团 我们就说你不是新闻机构 我们是Foreal Missions 那么这个外国使团呢 就设了很多限制 你必须看我们的报告 你的资产 你的运作的资源 你的雇员都是干什么的啊 而且我们有可能有法律的依据去调查 去追查你啊 自己监督你啊 你离开这个地方 华盛顿你的住所多少多少英里啊 你们不要录我们报告啊 这个可能会是百分之百的 对他们加以这个 他们的行为加以限制啊 我们当然不可能说 你可以写什么可以 他们可以任何地写 这个法律不可能 但是呢 对他们是一种警钟 而且我们这个不仅就是 不是杀鸡给狗喊 我们不是只是给一家 我们跟几乎中共 所有的大的新闻机构在美国 都把它定为外国机构 就是外国使团啊 这个实际上起了很大的效果 就是在这边啊 这个效果 是不是能够完全地杜绝这些情况呢 我觉得 除非中共夸害啊 这个政权改变啊 啊 说到这个政权 这个怎么 就是美国的这个 外交政策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Taboo 就是大家禁忌的一个事 叫做 中共叫什么颜色革命 我没来做换手盘 我都不许在书上 这个问题呢 大家不要 我觉得我跟大家讲 就是他们已经说起这个事情 啊 啊 所以我说你是不是要这个 搞什么这个 放置面啊 处理到 你出来上班啊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 这都不对 你们这个问题 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实际 已经十几年 之前就可以问了 现在已经早就过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 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中共政权的问题 现在应该问的问题是 我们如果这个政权不改变 它是不是不会来改变全世界 啊 这个答案大家要去想一想 对吗 对对 所以说我呢 我不要跟你讲 美国政权就是改变中共政权 我不提这个 现在是不是就是 全世界的一些民主制度 小以上美国这些政府 是不是 已经早就受到中共政权的威胁 那么这个呢 就一系列法律的问题了 这有自卫权有很多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川普政府里面 美国这个民主制度 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讲道理 你要讲 把这些道理讲出来 大家都知道之后 哎 做一个制定政策起来 就比较容易了 英国首相Margaret Thatcher 有一个民运 他说啊 你们呢 先去赢得这场辩论 然后再去改变政策 就是 You first win the debate then change the policy 那么实际上 我是作为一个书生 我在美国政权里面 我做大量的精力 就是为了去win the debate 就是win the argument 所以我通过主要是写稿子 又写这个 我也做一些发言 但是那种发言呢 很受限制 就是发言都要通过一些程序 所以批准这种很困难 但是毕竟我们 我们对中共政权的一个讲话 你听听蓬佩奥先生的讲话 他讲的就是 自己的有声 人家是有利有利就结 还有理论性很强 我不好意思说 但是他还是讲得很清楚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民主党他不可能完全流转 我们川普政府 自己相关于对方的政策 因为他没有这种RDP 我一直讲的 我们是不知道 我们有关于对方表现任何人 没有事 就这样 有问题 也有关于对方的